噗 这位粉丝的胆子可真大呀 敢找我带主啊 带主的键盘是Lumiki75 不带轴不带剑帽 不带卫星轴价格980 配色奶白色 电影红衣上色 外壳的手感摸上去像是厚实的卡纸 键盘的外形主打一个圆论 没有明显的轮角 键盘的上下盖内部做工到位 值得一个好评 在组装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了四个槽点 第一个是音量旋钮 它没有任何的段落感 差不多要转四分之一圈 才能够调整一格的音量 也没有办法一键精英 便利性不足 第二个槽点就是这个灯啊 只有这个角度才能够看到灯光 我喜欢Time80的背板 我也喜欢泰威勒的键盘的背板 这个RGB灯单独看很好看 但是我感受不到 灯光和背板上字体的呼应关系 让我觉得很废子 第三个槽点就是 拿到键盘的时候 我发现PCBA是弯的 我花了4600元购买的 RAMA U80A PCBA版 开箱也是弯的 因此我对PCBA弯了的这件事情 是非常在意的 本官方沟通之后 官方认定这个弯曲度 属于正常范围 我一下子觉得不能接受 但是装好键盘之后 PCBA确实的 反正没有太大的影响 事后我冷静了一下 两个键盘的价格差了4倍多 是不是我要求太严格了一点 大家评论区给我点意见 第四个槽点就是键盘的两个螺丝 我装不过去了 我用的是TX卫星轴 它把定位板顶高了一点 我换了长度长一点的备用螺丝 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轴体上我选择的是 凯华冰破核V2 它的手感非常接近于 凯华冰淇淋Pro 但是有导光度 轴心材料也更换了 总形成4毫米 凯华也做了轴体延迟测试 属于综合性能很强的打字 在这把键盘上 有让我满意的电影上色外壳 整体造型也不差 单独看过螺丝和灯光都是没有问题 但是在和键盘其他配件的配合上 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怪语感 还是需要加油 哦对了 走我就送给这位粉丝了 感谢他的支持